九十點三分 衛冕發關 林鄭老師好 大家好 再努力推一下就十關了 是 對 今天帶來什麼歌 張宇生的《聽你聽…》 不是 對不起 張惠妹的《聽你聽我》 怎麼回事 對 怎麼回事 剛剛那首歌把妳嚇到了嗎 不是 我講錯名字了 沒有 講錯什麼 因為這首歌是張惠妹 要寫給張宇生的 上次那會搞混 對 聽你聽我 對人生有什麼體悟 其實我要唱這一首歌的時候 我有去看 張宇生老師的一些傳記 然後就有看到 他做了很多經典的歌曲 然後他也幫張惠妹 陶晶瑩 製作了很多很厲害的歌 然後也有很多 也演了舞台劇 也當了舞台總監 然後可是就是因為一場車禍 就是就沒了 對 然後他車禍的歌 你又得了金曲獎 然後我就覺得說 就是看了這個傳記就會覺得說 其實我們 我們如果有想要做的事情 或者是有還沒有說的話 我們真的 不要只是閃過而已 要去做 要去執行 不要讓自己有遺憾 對 那妳現在最想做什麼 先把歌唱好 我先把這首歌唱好 對 人生體悟 女孩子體悟這樣是最好 再及時行樂 不要再矜持了 幹嘛 妳現在 他已經完全沒有 不太一腦袋一片空白 先唱歌好了 先唱歌好了 不要讓謝祥瑩得逞了 不會 好 來 聽妳 聽我